最近在追任嘉宁的新剧《不说再见》 与她搭档的大女主是39岁的张润宁 一开始以为像任嘉宁这样又奶又甜的奶白小生 跟郁姐张嘉宁搭档情侣是不是会不搭 结果完全没有 从第一集追到24集 真的越看越上头 任嘉宁自不用说 从锦衣之下开始由鹿转粉 她真的是一个可塑性非常强的演员 从腹黑高冷的锦衣卫鹿大人 到仙气飘飘的上仙子轩 再到霸气总裁顾川 每一个角色都被任嘉宁演活了 《不说再见》中 睿智冷静的卧底木青 更是闪了一波观众的眼睛 特别是跟比自己大七岁的张玉宁搭档 嬉皮感十足 完全没有一点弟弟爱上姐姐的感觉 在剧中 任嘉宁饰演警方在贩毒组织的卧底木青 同样是警方卧底的张玉宁 则是独消老大的女儿欧可欣 两人从一开始并不知道对方的身份 到成为惺惺相惜的同伴 张玉宁出生在德国 成长在台湾 父亲是法学博士 台湾大学教授 母亲是文学硕士 知名作家 妥妥的一个书香门第 高知识家庭 张玉宁自己毕约于中央大学法学硕士 二十岁时 一次机缘巧合参演了偶像剧《流星花园2》 从而正式出道 进入演艺圈 张玉宁属于气质型美女 因高学历被怪以演艺圈女学霸的标签 除了学历高 她的演技也是毋庸置疑的 在《不说再见》这部影片中 她饰演独消老大的女儿 同时也是警方的卧底 可以说是三重身份 但是张玉宁却将这个角色刻画得入目三分 在独消老爸身边 完全是一副傲娇大小姐的模样 在她脸上 哪里看得出39岁的痕迹 与小奶狗任佳伦的CP搭档 简直是甜到不行 跟男朋友撒起娇来 一脸少女感 很多网友纷纷直呼 任佳伦的剧 每一部都太好看了 就连跟她合作的女搭档 也都演技很在线 能够支撑一部剧的根本 除了服装造型和道具外 就是演员的演技了 任佳伦和张玉宁这两个演员 演技一直都被观众认可 颜值又很在线 我看这部剧想不火都不行了 39岁的张润宁和32岁的任佳伦 他们合拍的电视剧叫《不说再见》 姐弟恋的他们俩 看起来真的很有违和感 就是你看了就觉得很不得劲 为啥这么说呢 因为女主真的毕竟马上也是快40岁的人了 就算真的是在线年轻 或者说再有年轻感 也毕竟年纪到了哪儿 你确实是不怎么再适合演这些有些弱智的角色了 我觉得张瑞宁更适合的角色 是那种高智商高能力高心机的女角色 她不太适合这种傻白甜 而且她真的不太适合总是笑 她属于气质型美女 虽然身材体型都因为运动的原因保持得相当好 但确实是看起来胶原蛋白没有了 也就是我们说的她看起来就像是商业精英中30多岁的女高知了 而任嘉伦我觉得她给人的感觉就是现代装里没有那么的霸气 她街拍的现代剧真的不是很好看 她还是古装剧更好看一些 她避于古装美男子 虽然说她也不矮 但是确实是身高在娱乐圈里不算是大高个 并不是很高的她 演现代剧 因为没有办法增高 所以总觉得有些些少了气场 而且她给我的感觉 是比较能够驾驭得了可爱单纯的姑娘 这种看起来就很高智 视野有成的女人 她给我的感觉是有点驾驭不了的 所以我只能说这部剧里的他们俩 真的是没有一点嬉皮感 当然了 也许后面会真香 但是就现在我看的感觉就是 他们给我的感觉是没有一点嬉皮感 而且女主角演技有点夸张了 大概是因为台湾的女明星演技 都小表情有点多 或者肢体动作有点大 所以总觉得看起来很是不科学 让人看了就觉得很是尴尬 因此这部剧热度并不是很高 人家伦和张玉宁主演的电视剧《不说再见》 预计要在4月登陆东方卫视 观看他俩的专访 张玉宁和任嘉伦的宠溺互动 这对CP我磕了 年近40的张玉宁和任嘉伦的CP感竟然这么足 不得不说张玉宁保养得真是很好 少女感十足 这也得益于他持之以恒的健身锻炼 张玉宁身材真好 与任嘉伦同框真的是少女感十足 看不出38岁了 张玉宁每天都会去健身锻炼 跑步爬山 也因为狂热健身出名 成为很多运动品牌的代言人 张玉宁的健身历程 关注他的朋友都知道 影响了很多女生 其实运动穿搭也很重要 怎样才能运动流汗也照样有魅力呢 登陆马尾高树 佩戴金属质感的几何耳钉 一身黑色阿迪棒球服套装 搭配荧光绿色高领内搭 外穿竖胸防震背心 同色系荧光绿色袜子 让本来色彩单调的黑色套装 瞬间有了亮点 没想到运动穿搭也能穿出酷女孩的feel 而且这一身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户外运动时穿搭 张玉宁作为阿迪达斯运动代言人 自然少不了各种酷酷风的运动穿搭 白色防风服搭配黑色修身运动裤 黑白的经典色搭配 内穿运动内衣 不用担心流汗外套会透湿 这种布料的运动外套 穿着凉凉的又防晒 想要夏天大干一场的姑娘们 可以考虑这种材质的运动外套 穿着宽松剪裁 休闲街头风格的外套 亮橘色块设计结合 整体以白色为主色调 白色简约 亮橘色显活力 利领设计搭配轻薄防风 时尚抵御 炸暖缓寒的早春气候 完全令人眼前一亮的运动日常穿搭 看了张润宁时尚的运动穿搭 还赖在家里的小仙女们 是不是也想动起来了呢 可言可甜的张润宁 酷洒来袭 身穿卡其色工装 内搭白色衬衫 硬朗裤帅又不乏帅性之美 黑色贝雷帽 加上金色墨镜 有种复古感 整体卡其色系 搭配出一点小慵懒的感觉 轻松盖到潮流性风格 简单的穿搭 都能时尚感十足 不得不说 30多岁的张润宁 也因为运动一直保持着 少女一般的身材和生活状态 经典的牛仔穿搭 也有不一样的风格 牛仔外套 给人随性帅气的感觉 那搭深灰色T恤 简单时尚 下身搭配浅色水洗 露腰牛仔裙 和黑色的短靴 长腿的优势 一览无余 深色牛仔挂 与浅色牛仔短裙的碰撞 随性又尽显 动人魅力 细长线条 优美的腿 一看就是练过的女孩 张玉宁的日常生活 自律到极致 坚持晨跑11年 每天凌晨5点起来打坐冥想 还一直坚持做公益 资助过很多孩子 这样的女神是怎样修炼出来的 这也要归功于她的家庭 出生书香门第的张玉宁 不仅读书好 学历高 真学霸 还对自我要求极高 始终坚持自我 看到微博认证的张玉宁 只有演员 真的不同意了 这个女孩子主业 一定有健身博主的名号 至今未婚的张玉宁 不仅保持少女般身材 穿搭风格也很萨呢 看到这样的张玉宁 再看看自己停工 在家长出来的三层肥度 是不是羡慕了 难怪这么多男神都喜欢张玉宁 你喜欢这样的张玉宁吗 在该剧中 任嘉伦饰演的刘远文 穆青 帅气英俊 忧郁寡言 永远西装革履 谨言慎行 靠着过人的歹识和谋略 在贩毒集团K组织里 平步青云 表面充当黎若生的智囊 实则是云港市公安局局长 刘涵生的一名高级卧底 在该剧中张玉宁饰演的 欧可欣 独消欧先生独女 刘涵蛮任性 纯真善良 帅直可爱 与穆青是欢喜冤家 多次帮助他渡过难关 逐渐对穆青暗生情愫 我觉得电视剧《不说再见》挺好看的 大家认为 任嘉伦和张玉宁出演的电视剧《不说再见》 怎么样呢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